研究所念了科學史的碩士 然後到麻省理工學院 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大家知道 MIT 在這方面 科技與社會研究是世界上頂尖的 所以 MIT 在這方面的研究 後來他念完書之後 回到臺灣就在南部大學的 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念教 他也是合併於公共衛生研究所念 好像後來又完成醫師的訓練 又完成了醫師的訓練 所以現在是種種的醫師 他又是學者 又是老師 又是醫師 然後還有洪龍來洞海 洪龍上課 他會來兩次 郭老師他的學術專長 是科技與社會研究 還有就是醫藥政策研究 另外就是中亞社會的公共衛生 和民主塔利 他開設過非常多的課程 就是說在陽明的工事中心 也負責了非常多的 關於科技 醫學 跟社會方面的課程 郭老師也寫非常多的文章 書本 他寫作除了中英文的專業論文之外 你們可以到網路上去找找 他寫科普的還不奇怪 寫教育 寫鍵盤 就是那個鍵盤 電腦寫鍵盤 寫藝術寫機器人 所以這個郭老師是一位多才多藝 而且文武雙全的老師 你們應該對這個 現在很多我們的同學都希望 能夠跨離不去的 為自己的生涯規劃 我想只有真的人在這裡 就是說他是怎麼在跨離不去的 這個是一個我覺得是值得各位學習的 所以今天郭老師要給我們講的是 化學老法的誕生 然後大概一個月之後 11月25號 他是講現在是藥業的情形 所以有兩次的演講 所以我們歡迎郭老師 謝謝郭老師 有這個機會可以來跟大家見面 東海其實跟我是蠻有緣的 我以前在當實習者的時候 就在東海的對面做 晚上還是游泳泳 跑跑步 那時候是我最瘦的時候 當時是相信的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大概就是多才多藝的事情 就是有很多人覺得說 多藝多藝 倒來真的假的 但是假的 就是說我本身是交通同時 我大概在通室服務了10年 我的青春歲月也有大量在這個通室做過 那交通室的話 最常被質疑就是說 你不能只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說 我在醫療的這方面 我就寫一些學術性的事情 然後其他在那個科普的文章就隨便寫 但是隨便寫也沒有辦法隨便寫 因為我寫的刊物是國課會一本刊物 叫科學的發展 科學的發展 上禮拜是個王道環老師來 他有個專欄 那這個專欄基本上大家都有寫 我也在裡面寫 那審稿的是陳大仁以前的一個教授叫馬哲 主要言之在很多這個掌揮的督促下面 所以我們才有目前的多采羅意的假象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剛才講 先從頭開始講 就是說很多人一直覺得說 現代醫學的心情很難很難講 然後有很多很多就是 怎麼講 四世而非的想法 那我相信在這個課 也希望帶給大家一個歷史的感覺 然後把這個幾個四世而非的觀念做一點輕輕 我大概是這樣 比方說這個我每次講是從這邊開始講 那各位可能在網路上可以看到另外一個版本 是我們去年在台大也有講過 台大不一樣 天龍國的天龍校 講東西都要非常正經發白 我們這邊基本上就是台中人都是很輕鬆 自在 呼吸和空氣都跟天龍國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講更自在一點 我大概從這邊開始講 就是說大家看到這邊是Pewal Therapy 感覺上好像很新很炫 可是我想我把結論講在前面 所以大家都要寫學習心得 我們的結論就在這裡 我們結論就幫你聽一張 結論是什麼 我們的歷史故事會講到這一點題 也就是說我們在講 所謂的化學療法的歷史的時候 我們是停在癌症的化學療法開始 那有人說奇怪 在癌症化學療法之前 還有沒有化學療法 當然也有 就是大家所謂的什麼 深吸子彈 抗生素 六飲料 什麼冠毒藥 我們其實是講這一段歷史 但是這段歷史接到癌症的化學治療 其實正好是一個歷史的段落 那癌症的化學治療本身 其實是一個非常新的歷史 那知道的人其實沒有這麼多 知道的人沒有那麼多 也不符合我們現在醫學興起這個大的主題 所以這部分就割來 那如果有很喜歡聽癌症的化學療法的話 趕快先跟胡老師說 下決定再開一個課 比方說我們在台北廠的那個主持人之一叫黃達夫 他是一個血液腫瘤 我們在台北廠的一個歷史 他對於這個就很懂 但是這個基本上是一個比較新的歷史 跟我們所謂談在這個之前 比方說以抗生素為主的歷史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的歷史感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故事會停在這裡 這是給大家第一個 lesson 第二個 lesson 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剛剛已經講 這裡有些學位 甚至是叫虛名 但虛名不代表說 媽的理由全是很大 我並沒有這樣講 他是個不錯的學校 可是我願意講他不錯的地方 不是因為他世界領階 而是他給你跨了一個機會 所以我有很多知識 其實坦白說 科學的知識 不是我在那邊想說聽到什麼 而是我在路上就聽到很多人在講這個事情 那這也牽連到為什麼我會拿這兩個題目 當作題目來講 各位很不曉得說麻辰理工學院也有生物系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麻辰理工學院的生物系全美台 大概第五左右 麻辰理工學院的腦科學研究所盤在第一與第二 我第一次只告訴各位說 你以多幾個認為說麻辰理工學院只有理工科 只有機械系 只有電機系 不像那些揪引的事情 他們在很多裡面都撒了不少的錢 那其中生物系 大概投資最多的其實就是製藥業 他們有許多化學系跟生物系合併的老師 專攻就是新藥國研發 所以我的學術專長 如果有學術專長 其實跟製藥業有關 那我本身做關於東亞的離床試驗 所以我們所謂的民族差異目的族性 也是放在製藥業 那這些我想我們都放在這個第二角來跟大家說明 現在大家可能在路上遇到很多製藥業 就告訴你說生技產業 生技製藥都不錯 那正好因為這個機能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從我的腳的角度來看製藥業是什麼樣的方式 那今天就給你倒過來跟你講說 在這個現代製藥業的這個路子的旁邊有一個平行線 是跟你講說我們怎麼接受這些化學藥吧 所以基本上這兩個人想做的分工是說 這邊會告訴你說 我為什麼會開始習慣用化學物來治療事情 那第二講基本上他的焦點就在於說 這麼危險的化學藥物政府要怎麼去管 東西要怎麼樣賣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一個分工 好 那我先講一下為什麼會這麼講 這個是比較舊的人 這是一個比較舊的新聞 不過因為他還活躍了 莎莎還活躍了 所以說勉強把它講出來像這個題目 這個莎莎據說到印度去出外景 結果出外景以後 路上遇到一些就是槍斬 槍斬莎莎是沒事的 只有受精而引爆 但是他的攝影師就被油彈打到 他打到也沒有事 但住到藝度的醫院就有事了 一住以後發現怎麼樣 他那時候剛才有扛藥性基因的人 對於客人來死去 基本上他就超級興趣 當然是有時候吳振總統的帶一點症 但這一次總要回台灣吧 所以我回台灣為了 立刻通報系列的組織 通報把這個當作第四類法令傳傳染力 然後回來之後怎麼樣 全程帶口罩穿顆粒 好像外星人一樣 把他從地步移進回來 我們是這麼樣拍一個所謂的超級冰淨 這是第一個新聞 第二個新聞其實是最比較近的新聞 發生在我們的這個Variant Hospital 我們的好一種醫院 這種醫院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一年多前出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有一位在台北農總擔任配藥的藥師 這位洪性的藥師 他通常發生了 他這邊有一塊藥的藥房 進入到全服 而且感冒都不太好 心臟的疼狀 後來他一檢查發現 他已經有生長才能達到的化好料 我 因此他怎麼樣 他告台北農總說 我做這麼危險的工作 導致了這樣子的病 你要給我補償 只有判肥160萬元 這兩個事情擺在一起是什麼 給你一種完全不同的對細菌的圖像 一方面 你住在這個叫什麼 衣食富足 這個不產豐盧的台灣 你覺得非常的安全 沒有 珊瑚石它會告訴你說 我們永遠的超級吸血 準備要過來 另外一方面怎麼樣 你軍備競賽 你用很好的化學藥物 不停的研發 可是那裡的化學藥物 越來越危險 處理它 就跟你在處理核能子彈一樣 就是說 它雖然說非常的有效 它可能是我們所謂的最乾淨的能源 想到出來 可是現在要告訴你說 為了處理最乾淨的能源 你要做最危險的處理好 就像現在這個化學藥物在裡面 那我們的歷史問題就是說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開始進入這樣一個 用無止境的軍備競賽 怎麼樣軍備競賽呢? 就是我們不停地發明新的化學藥物來對抗病菌 然後病菌就太舊換新 不停地換新的超級吸血來侵蝕你 這樣一種歷史的因果暴力 歷史工業到底怎麼產生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帶給別人來審討 好 那我會編織我問四個問題 那這四個問題坦白說 不是高興一題一題解答 可是透過等下要講的歷史故事 讓大家在學習單的時候 知道要怎麼樣提剛切理 我問這四個問題 怎麼樣的問題呢? 為什麼我們通常說醫藥物是要先要求不傷身體嗎? 那既然都要求不傷身體 那那麼危險的化學藥物 怎麼會變成我們日常在吃的東西呢? 問題一 問題二 就是說 你真的覺得說那些細菌會殺得死啊? 好 我舉個例子 我們在醫院看到的例子 有些常年住在醫院的人 你如果現在去查 他在他身邊的傷口做一些細菌培養 你大概都會看到綠濃的感覺 就是說你永遠有那種殺不掉的菌綁在那邊 那這個我們菌 我們基本上在醫學的名字叫 知名化 在那邊有一塊小的殖民體 就好像以前荷蘭人、西班牙人 在台灣的小地方 弄一個小小的康蘭人 自己在那邊住 可是我們會想要怎麼樣? 我們連這個東西都不想看到 因為它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們會用重兵 第二代、第三代的康登術 我要殺體肌精 可是你想想看說 真的需要把人趕盡殺絕到這個底部嗎? 問題二 問題三是什麼? 就是抗生素這個字 這個字本來是從一物相一物的概念來的 所以它不見得是化學藥物 它有可能什麼? 帥癡、帥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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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大家一聽到抗生素就是差 就是化學藥物 就是有毒 就是比天然的差 到底天然物跟所謂的合成的抗生素 有差那麼多嗎? 抗生素真的有毒嗎? 是抗生素有問題 還是我們剛剛原來這個心態有問題? 怎麼樣的心態? 就是我們要把武器提高 然後對方的細菌越來越強 是這個軍備競賽的心態有問題? 還是我們去指責說抗生素有問題? 一定要吃天然的東西 這是問題三 那問題四就是說 為什麼敵人總是會比我們強? 各位 我剛剛講的軍備競賽的心態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不去提高你的軍備 真的會有超級細菌出來嗎? 那超級細菌到底是 他們越來越強還是被你養得強了? 因為你的武器強了 它一直有喚醒 他們的細菌越來越強 也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才去看穿說 整個就是這種軍備競賽的心態 然後去思考說 這種超級細菌 是不是這個心態養出來的東西? 問題是 好 所以我們這一場課的重點就是 透過一個歷史的發展介紹 去思考這四個你以為不是問題的問題 是不是有種不同的思考 比方說 不傷身體的醫藥 總理會想說 用傷身的話 給治療 要用個人治療 比方說你把細菌全都殺光光 真的有一個東西可以把細菌全都殺光光嗎? 如果全都殺光光 哪有台大101生菌呢? 對不對? 這裡面有些奇怪的想法 另外就是說 抗生素難道真的都說壞的嗎? 說抗生素不是自然的 可是以前的抗素確實是自然霧來的 或者說抗生素自信樂意 又為什麼因為反而養豬超級細菌呢? 好 所以簡單說 這幾個問題 我希望用三個觀念來解答它 一個就會怎麼樣? 回到你這個講座的主題 叫現代醫學的興起 現代醫學跟一個新的觀概念去看這些細菌 那另外有一個事情 我需要跟大家介紹就是 整個現代醫學的知識 其實帶給我們不是一個最先進的那種東西 它還帶給我們的世界觀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世界觀 跟今天影響會有關的 就是它把我們的格局都變小 我這個會解釋一下這個理由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人跟人本來是怎麼樣? 本來最小的單位是人 可是有現代醫學以後 我們會把它繼續往下去看出怎麼樣? 人跟細菌 細菌跟環境 環境跟腸道 腸道跟益生菌 就那整個的Scale 原來我們Scale是以人為Scale 現在開始就變得更低 那這個新的生態觀 讓我們看到了微生物的重要性 也看到它的威脅 然後你才會發現 覺得說我一定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化學藥物從這邊出來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說 藥本以研發跟所謂的核塵化趨勢 核塵化趨勢 那這個我們在之後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在介紹的藥物會發現到說 不見得每個都是化學藥物 但是它們早晚都會變成核塵化 那核塵化本身是製造上面比較便利 那這個我們在這次沒有講到 我們會在下一次下半月跟大家見面的時候 會再跟大家做說明 好 所以各位你們的學習單如果真的要寫 假設我標準答案的話 我相信應該有標準答案 如果有標準答案的話 你應該去想說聽完我這個故事以後 那四個問題有沒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然後原來這三個觀念有不同的認識 大概是這樣子 好 講藥一聽到就變得很困難對不對 各位 趕快就一個簡單的網路給大家看看 基本上我會先跟大家介紹說 這個所謂的新的醫學知識怎麼來的 有些其實已經在前面的講座講過了 所以我會講的比較快 那如果各位覺得說聽過就有情緒動說 我要跳舞 我們很快講完了 這個大的心態醫學的環境是什麼 那接下來我會做概念的釐清 就是所謂的化學療法是什麼 那為什麼你常會認為說這道是神奇子彈 為什麼你常常說那就是咖生素 那到底有什麼概念上面需要做理解的地方 我會做理解好 那之後我大概會從一個角度跟大家講說 化學療法的起源 其實本來不是在處理人的 是在處理環境的 那是怎麼樣的狀況下這些化學藥物 會不會幫我們人體產生的互動 去找到說以神奇子彈的姿態出現的話 那之後我會用兩個例子跟大家講說 這個所謂的抗菌劑是如何從天然物開始去尋找 然後透過核神來進入我們這個化學療法的這個伴手裡面 那最後我也會講說這個故事停在哪裡呢 就停在說癌症的化學療法是怎麼出現的 那這個故事就結束了 所以大概就結束在1950年代 然後最後我也會跟大家講說 其實化學療法出現 等於是從另外的角度來看 整個透過現代醫學 我們對這環保跟體內環保的概念 做一個完全的顛覆 我們會用這段來做結尾 好 最後Summary就是說 我會告訴大家說 概念要理清在像醫學介紹環保 然後我會跟大家講說 化學療法怎麼從環境到人體 然後我會講兩個藥物的例子 然後最後我會跟你講癌症化學療法 又是用什麼心態效能產生出來的 然後整個說下來呢 就是要跟大家介紹的概念就是說 這個淵淵相報的心態 其實是一個歷史的產物 大概從1860年到1950年 所以各位 如果有人告訴你 如果這是一個歷史課 是因為我們介紹到歷史 大概從1860年一直到1950年代 大概70年的歷史 短短的70年 透過這個現代化學療法的出現 徹底的改變我們跟自然的關係 好 大概這個演講的架構是這樣子 好 開始囉 好 我先講一下 就是說各位在座 有沒有人聽過所謂的床邊醫學 或是實驗室醫學 之前的講座有講過嗎 沒有 沒關係 我們繼續做講一下 就是說大概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 我們基本上 臨床的醫療服務叫床邊醫學 床邊醫學 床邊醫學就是什麼 病人不跑 醫生跑 醫生怎麼樣 醫生吃得好 老實說就是跑給病人看 醫生吃得好 老實說就是跑給病人看 老實說就是落跑 吃不跑了 可能第二天就丟了 所以基本上醫生是跑的 那病人為什麼不跑 因為病人是顧客 老爺 老爺都不用跑的 所以這裡面跟著很特殊的醫療觀 是綁在一起的 為什麼 因為醫生要看病人住的地方是怎麼樣 看這邊通風好不好 看病人吃什麼食物 看病人的氣色怎麼樣 病人在這個環境是不是比較冷 比較濕 比較熱 比較怎麼樣 所以這裡面需要一種臨床的觀察 所以我們的床邊醫學 但是這個醫學在19世紀的時候 其實做一個悄悄的轉換 這個轉換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實驗室醫學 它會告訴你說怎麼樣 我其實不在乎病人在什麼地方 環境不重要 我只在乎人 而人怎麼樣 我只告訴你說 我只在乎器官 我只在乎功能 我只在乎構造 只要構造都還在 功能繼續的維持 基本上人知道就會OK 但你要怎樣去證明說這些東西都是好的 你需要透過一個科學的證明 那這個科學基本上要透過實驗室去驗證 所以在19世紀醫學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什麼 所有你應該確認的醫學知識到透過實驗室去做確認 那這個實驗室後來也變成這個時代醫學很重要的特質 怎麼說呢 比方說所有你對身體的結構到身體的功能 你都要有一個比較科學的解釋 物理化學的方法去解釋生命現象 那另外就是你養大概更多的儀器 越看越細喔 比方說這邊這個腿倒電的狀況怎麼樣 就是說你不能說我看仿佛看到這個腿有在倒電 你必須要接在儀器上 必須要測量到數字的話去把它講得很清楚 那但這整個工作其實都蘊含著一種 跟環境無關的生命的統一性 叫Universality 怎麼樣叫統一性呢 它會告訴你說 我無關是在潮濕的地方處的 你在乾的地方處的 就為人而言 所有的生理現象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所有的現象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在講的是科學 講的是科學 那這個科學要怎麼樣去確認呢 就是靠實驗室 所以你可以想看 那個時候剛到非洲去做一些疾病調查或什麼 你很難想一下 它整套貝西都有帶去哪 就是去那種信仰或信仰到時候哪 我寧可把實驗室搬到田野去 也不願把田野帶到實驗室來 就是這樣一種心態去做它的實驗室的一面 醫學 那這種實驗室的醫學業 就是說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世界外的改變 怎麼樣的改變呢 你就會發現到本來 我們最Gross Anatomy 就是那種大的器官式的解剖學 現在比較小到怎麼樣 小到細胞 那比方說生理學 基本上本來是令人主觀覺得 我今天比較熱啊 我今天比較舒服啊 現在怎麼樣 是由儀器來告訴你 透過檢查 這些science 這些真相才算數 你自己講什麼算數 那病因基本上怎麼樣 就本來是 今天吹了風 我感覺身體有點虛 它現在告訴你說 我只在乎體溫 我只在乎心跳 我只在乎脈 我就問到對 剛剛講的那些什麼 我被風吹到了 所以大家覺得虛 我都基本上都不考慮 那第四當然就原來這個體力說 我告訴你說 你現在這個水有點水腫或什麼 我幫你卸一卸 如果看你很虛給你補一補 這些都不對 它告訴你說 沒有被物理化學原理所解釋了 你改不踩不踩性 那當然資料也都完全不一樣 好 這個代指用很簡單的方法去review 就是說你們先前 假設現在醫學院有講到這樣的醫學上的變化 這變化其實事實上有發生 那附於這個背景 我只講一個重點 就是我剛剛講 整個討論人的scale已經變了 本來你討論人是以人為中心 告訴你說 你今天吹到風 你今天怎麼樣 它現在沒有 它現在告訴你說 你現在胃酸有膩 膩膩流 所以你才不舒服 這樣聽懂怎麼樣 比方說我現在告訴你說 我現在這個胸口有一點痛 好像是吃東西以後 吃到什麼東西 吹到了風 感覺上胸口有一點擠 這都是比較症狀性的說法 就是不知道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可是 在醫學語言裡面它會告訴你說 這叫做胃酸逆流 聽過胃酸逆流這四個字嗎 你要想像說怎麼樣 你有一顆胃在那邊動來動去對不對 然後怎麼樣 有一個東西叫胃酸 分面有怎麼樣 這樣衝上去 這樣有一個小門 收不住了 所以衝 往前衝上來 燒到你的食道 食道有神經 回饋以後 那你覺得好痛啊 這就是原來舊的解釋跟新的解釋 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整個東西還不是實驗室 和醫學的唯一 都會因為告訴你怎麼樣 其實人的scan要download到什麼地步 要到細胞的層次 那當然這邊就有許多多想像的東西出現 就是說你本來只是想像說 人要有什麼遺憾外面的環境 但現在告訴你怎麼樣 戰場已經不在外面了 在你本身 比方說你胃酸膩有 你處理的就是胃 所以你可以看到怎麼樣 所以我是看到有你去 你去醫生怎麼樣 就鑽到你的胃裡面去 當上可能噴一些什麼東西 把那個胃酸給消除掉 以前就位好 就那個整個scale 原來你在想什麼 環境做調養啊 你去休息 完全不一樣 那好在說 其實那整個戰爭 就整個都變成是細胞層次的戰爭 那這裡面當然有許多文化成分在意 裡面 那我這邊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這種文化成分 多多少少也指引說 為什麼往後 當年這些做化學療法的人 會這麼熱衷 就一定有一種藥 可以幫我們處理 處理治癖 因為他們都相信說 我們現在已經已經在場 好 那這邊大概就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所謂的down scale的這個過程 其實比想像的長 然後在19世紀的前30年 其實就有一個看法 然後比如說細胞 以前大家看到細胞說 這不是這個小東西或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想大家如果上過生物學 可能就聽過一個東西 叫細胞學說 這細胞學說其實是一個很崭新的發明 因為怎麼講 因為有了細胞學說 它對生命的解釋完全不同了 它就不會再講說你有一股氣 或是說這個氣血流通以後 你整個身體都活絡起來 這是一個前現代的講法 現在的講法非常的公明 那就是有一個定義 定義是什麼 細胞是一個有機體 所有動物就是生命 都有一種細胞發力而來 而且是什麼 由細胞跟細胞產物所構成 那各位在座有這個生命科學師 大家聽到 你很難想像 你看神經不是一條的嗎 各位 你有沒有知道神經應該一條的嗎 不是圓圓的嗎 不是一個盤子吧 不是一個球吧 如果我現在告訴你說 神經是細胞 你會相信嗎 你當然很難想像說 這跟我的直觀沒有辦法 它也合在一起啊 但神經看起來不是像一條線嗎 它怎麼可能是細胞呢 可是細胞學說會告訴你說 你要相信我們細胞學說 它就是細胞了 它有些細胞的特徵 它是個有機體 而且它是會導致它發力成無人來 為什麼 而且細胞是個相對獨立的單位 有自己的生命 還可以跟其他細胞共同組成整體的生命 然後先是要從老的細胞成生出來 這三位為人告訴你這個事情 欸 這個學術一講出來 大家整個人體的戰場就有一個焦點 比方說我要處理怎麼樣的細胞 我要對抗怎麼樣的敵人 以前你講的話比方說 我現在吹到了風覺得受寒了 你不覺得有點模糊嗎 就是說你彷彿再講 你的哪一部分吹到風呢 是我背上吹到風好像有點涼 還是我這個胯下吹到風感覺有點涼 你不覺得這樣很模糊嗎 但我現在已經告訴你怎麼樣 就是你就是在哪個細胞開始受到損傷 有發炎反應 然後有細菌才會跟你侵入 它引發什麼樣的一些化學作用 讓你怎麼樣 你突然覺得怎麼樣 非常的具體 好像只要把那團細胞給它丟出去 或是那團細胞把它修好 整個時間就會這麼多流起來了 那個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醫學觀 那這個細胞學說就把原來這只有看見細胞 完全有一個新的解釋 而這新的解釋 也讓我們有新的方法去screen說 我們的敵人到底在哪裡 那這個我不知道先前有會講 叫科或是存存者 這也是生物 有的人在生物學會提到 因為我們的人已經被congrade到細胞這個層次了 所以說細胞是有機體 是活的 互相處理起來變成有機體 好 那現在他的敵人是誰 他會告訴你說 他的敵人跟他差不多大 叫做細菌 這細菌 可是這細菌不是怎麼樣 因為有頭再有頭 你不知道說的去都壞了 他只篩選怎麼樣 可以對我們有影響的細菌 要透過這個準則去篩選 然後說工強不小 我便接到怎麼樣做 他會告訴你說 你還是要看到病 患病的部位怎麼樣 一定要找到那種可能的小的怪怪的東西 細菌 不能在健康個體裡面找到 所以不是健康個體裡面有的 教育有一個細胞嗎? 那病體才有的 就有可能是細菌 你要把它過濾起來 好 假設那個叫什麼 這叫嫌疑犯 假設有四個嫌疑犯 這一排好 一二三四五 五個嫌疑犯來這邊 可是五個嫌疑犯到底哪一個 才是跟這個致病有關的 你要把它培養起來 所以怎麼樣 這個病名條能夠被分離 想說這個嫌疑A 嫌疑B 嫌疑C 嫌疑D 嫌疑E 每個都能夠被分離出來 所以你要五個類似看守所的地方 把它全部都培養起來 然後照顧他的特徵是什麼 比方說他特別喜歡教 他覺得晚上要吃蛋糕 他晚上要吃宵夜 每個細菌都不一樣 因為細菌長得跟細胞一樣 他也可能是有機體的 他還是要活著 所以怎麼樣 你要被分離出來 找出他的特徵 然後這個特徵怎麼樣 你要把它接種到什麼 原來的健康株 之後怎麼樣 就會產生疾病 所以怎麼樣 就是把這四個五個嫌疑 帶你去一個健康的環境 這些嫌疑死性不改 會怎麼樣 繼續犯案 那繼續犯案 就從他犯案的樣子知道說 哇 你就是美犯 你先前犯案 你先前犯案還是一樣 因為什麼 狗感比較吃室 做出來的行為就是這麼的想 所以我確認了 結果確認以後還不算 還要說最後一個就是什麼 要再怎麼樣 那個得到病 就是第二次犯案的時候怎麼樣 他還要怎麼樣 用同樣化再去分離說 又找到這個嫌犯 這個嫌犯跟這個病的關係 才被建立起來 整套四點一套 不能分賣 叫做什麼 叫科國史準則 往後所謂的病菌的研究 也就是所謂的細菌學學說 細菌學說加細胞學學說 構成了我們19世紀末 對待疾病的也主要的奇量 那我在這邊先就是掉個書袋跟大家講 其實有沒有人跟你講健康概要類似這樣子的 有沒有 我跟你講 就這幾個老師告訴我 我在醫學的老師告訴我 他說忍官有三種疾病 你不會說是腦殘心病 但不是這種東西 基本上有三類疾病 哪三類呢 第一類傳染性疾病 其實也就是所謂的細菌性 或是病毒性的病 那另外一種病是什麼 癌症 就是源初於你 但是其實後來變成你所不喜歡的東西的病 那第三種是什麼 好不一定到有人想要答的 沒錯 就這樣子 所以你也偷偷去上過健康概念 沒錯 就不喜歡這三種病 遺傳慢性病 癌症 還有傳染病 所以基本上 19世紀末是怎麼樣的時代呢 就是傳染病 最新生的時代 大家用細菌學說 科博士準則 跟什麼 跟細胞學說 去Dunstale去找敵人 那他就會覺得以前的人 談醫學都在亂講 什麼被風吹到身體虛啦 我補一補放個血 你就會比較好 就不清楚啊 怎麼樣才清楚 就是知道每一個細胞的作用 身體的作用 跟知道每一個細菌它長怎麼樣 才能夠對這個下藥 所以整個醫療的生態觀就變了 為什麼 本來你的生態性是什麼 是你跟自然 但是從此之後怎麼樣 你就是自然 因為是細胞跟細菌在你的身上等 這樣大家聽懂了沒有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細菌 從你的細胞身中請開 你身體會變好 這整個邏輯大概就變成這樣子 好 那這當然就有些論證做得不完 就有些人在過誤診的時候跟你提說 比方說後亂全力方式研究 John Snow 1855 他告訴你怎麼樣 他連這個細菌從哪裡跑 他都可以告訴你 因為這個自然的水管 分配不好 像我們天龍國不是 這一邊發的牽管嗎 你會發現說有破亂 就他會發在什麼 地圖上跟這個分配棒完全一樣 當然你也可以做公衛研究 看說那個連戰不是坐在信義路 還是人愛路 看人愛路跟路 那是有出什麼問題 就說你可以去做這種mething OK 但他到底怎麼樣 細菌不會無中生命 他就是散在這個環境 而他會對我們是起影響 那法師的教訓怎麼樣 生物只還原出於生物 細菌不會從哪裡跑出來 這個問題非常的重要 好 所以各位 我剛簡單跟大家勾勒一下就是什麼 長話短不短的說 就是什麼 就是現在的醫學觀 把整個人類戰勝疾病的概念 完全改變 從原來就很模糊糊糊的 什麼吹到風啊 受到寒啊 變成怎麼樣 變成說 細胞跟細菌打 在我身上哪 我們只要把細菌趕走 我們就成功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接下來我談一些概念理性的問題 因為有人說那如果這樣化學療法是怎麼來的 化學療法基本上是一個微生物理學叫Paul Eric 他所創的字 這個字是他講的 那老實說這個字其實真的不稀奇 跟你現在講的東西完全一樣 為什麼 Chemotherapy Chemotherapy Chemotherapy是什麼 就是chemical reaction 或是chemicals 叫做Chemotherapy 這是chemistry的字 Cherapy就是什麼 Medical treatment of disease 所以怎麼樣 我跟你講本來Eric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沒有特別在講什麼事情 他告訴你什麼 我相信用滑雪物可以治療 這種療法叫滑雪療法 奇怪怎麼就是這麼炫呢 我都會跟大家介紹 真的很炫 好 但是另外你們最常聽到 這次我們在醫學院時代 微生物學的必然考題 那時候是一個姓蔡的人 當我們的這個科主任 他每次考試必有這麼一題 那個是什麼 請世術1940年代最重大的一部微生物電影 然後說就是這部電影 叫做Dr. Eric's Magic Bottom 叫做神奇子彈 然後這本書還寫得很厲害 因為我們教科書裡面 其實沒有Dr. Eric 只有神奇子彈 所以老師說你寫的Eric 反正還錯了 要寫神奇子彈 那神奇子彈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Eric他講的很奇怪的講話 他說他認為說任何一種病人 你會找一個特別的化學位來處理 就能夠就是類似標靶一樣 都打到 自打到那種 叫做神奇子彈 那這個神奇子彈 那這個神奇子彈 也不是他說的 是誰說的 是他們身體被搬上螢光幕 螢光幕都覺得很不錯 那有人說這個電影 為什麼會是那個時候最有名的 因為坦白說 我在醫學問老師說 也不是沒有原因 為什麼 因為有人說 他這個神奇子彈 到底在治療什麼 其實治療了眉獨 那眉獨在那個時候 比較保守的社會裡面 其實是有爭議的話題 所以他透過這個科學的故事 去講這個眉獨比較陰暗的內容 坦白說那個時候是有爭議的 不過老實說 據說在飲的這個人 就是他有點帥 所以大家一個人還OK這樣子 那實際上戰學是長這樣子 那所以你們有時候 你們會跳什麼神奇子彈啊 萬能什麼子彈 其實都是一樣的 意思就是什麼 叫一發見效 一發見效 好 但是現在有了很大很大的誤會 要跟大家講 就是所謂的抗生素 各位可能知道說 現在的很多的所謂的抗生素 其實都是合成的 很早天上就去做 所以可是抗生素這個字 如果你去看 Antibiotics 它其實有個預設是什麼 就是這個抗生素一定也是biotics 也是生命 所以抗生素的意思 不是用非生命去抵抗生命 而是一物克一物的生命抵抗生命 所以是叫做生命的可能 比如說可能好像是螳螂苦蟬 黃雀在後 然後後面有農夫 然後後面有國國 後面有老師 老師後面有校長 大概是這樣用一種生命抵抗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像我現在在那邊講課 後面可能有 後面有點零的 點零的後面有教務長 教務長後面有校長 反正就是類似這樣一種生命抵抗 但是你後來告訴我說 那點零是一台點零機 教務長那基本上是一台印表機 然後校長基本上是一個機器人 所以Antibiotics的有趣點是什麼 它剛開始出來的概念 其實跟化學療法完全無關 它的概念反而是怎麼樣 是克 相克 抵抗 抑制這樣的概念 所以重點在於Anti 但是會讓大家感到confused 是Biotics 因為就已經不是什麼化學療法 那大家最早就最早提出來 如果是瑞士國瓷斯牧學者 叫John Paul 版文 在1889年到抗生素的時候 我剛才講的定義課 那在Was你都再提出來 定義在這邊 然後你知道重點在這裡 叫排除非微生物的生物差的定義作用 所以很早以前講 抗生素跟抗菌基質不一樣 那我這邊就跟大家講說 我們等一下的演講 我會講抗生素 會講抗菌劑 就antibacterial agent 不是講這個antibacterial agent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怎麼樣 這個字能提出來的意思跟這個抗菌劑是不一樣的 大概是這樣 抗菌劑本身比較偏合成物 那抗生素基本上是飲物克飲物 但我可以告訴你 這歷史非常的複雜 所以我好像可以發現到說 好多所謂的抗生素 其實是從什麼 好多的抗菌劑 是從抗生素這邊得到的靈感 再做合成的修飾 但是最後那時候變成了抗菌劑 大概是這樣 好 所以這三個概念大概跟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化學料 療法基本上非常的廣 它什麼都不是 但是它重點是什麼是化學物 神秘子彈 老實說只是一個考怕 它重點在是什麼 就是一發見效 不傷無辜 譬如說我現在要點名說 你完了 我會把粉底一丟 就丟到那個人 旁邊的人都沒有受到影響 還能不能滑手機啊 玩電腦 不會不會這樣 最後那人突然發 啊 我完了這樣子 就像說 生氣子彈一樣 就像這樣生氣助教 生氣解僻機 直接就點到那個人 當然就爆腰 那抗生素基本上 排除化學藥物 所以它基本上 抗生素所提供的是IPA 就是細菌是怕的 怕什麼 但是它最後會變成合成的化學料 然後具有身體資產的效用 跟全概念是不一樣的 好 講到這裡 各位有什麼問題 還好喔 還好 因為這個中音腳 也是腳都覺得有點困難 可能是代表這個班程度非常的高 前面幾張課 打下的其實不錯 好 我們接下來講這個清早環境 到這個消滅細菌 各位可能很想像到說 人跟化學物的關係 其實非常的久遠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人講 應該沒有吧 像現在醫療的醫學星期 大概有沒有人在講這個 各位有聽過這個小鳥 它的邏輯非常簡單 就是說在以前黑死菌的時候 試試試技的時候 它認為說什麼 黑死菌透過空氣傳播的 所以它認為怎麼樣 我只要每天每個人戴盔甲 阻絕空氣都可以解決 所以每個人都穿得這樣 有人說這樣穿OK對不對 老實說暫時OK 穿一穿就發現有點汗臭 不知道怎麼辦 手續抓也能告訴你怎麼抓 所以解決問題A產生了問題B 就是怎麼樣 體味變得非常的重啊 穿起來就很累 穿上去就不想脫啊 可是走來走去又覺得很麻煩 所以呢 後來怎麼樣 他們就移物課移物班 既然沒有把它遮掩體味 你要用濃烈的香味把它改掉 這就是化學物根的第一次接觸 叫補隆 補隆水 那基本上是18世紀的時候 從科隆提出來的 那這個補隆水基本上怎麼樣 因為它跟香水不太一樣 香水基本上是法國理解上面在用的 可是補隆水它其實是衛生用的 可是結果怎麼有點混淆 它又可以擦 但是為了要讓大家常常用 若只是擦 擦一輩子的也別擦擦萬一瓶 所以要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叫有病致病 沒病強的強生 所以怎麼樣 你大概可以拿來漱口 拿來洗澡 所以我說拿來洗澡 那下一次就可以用很多嗎 所以他就好像在製品消量以後 這個香水無處無在 就得透過把自己變香的過程 去怎麼樣 去抵抗疾病 變成一個很有趣的信仰 就是說 好像是香水無用 可是最後真的開始讓它產生說 有抗病效果的 其實不是香水 而是什麼 而是所謂的石碳酸 那個石碳酸基本上就是19世紀的產物了 它這個德國化學家 叫UNGE 在膠油裡面提出來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其實跟當時化學產業的星系有關 化工產業 他還是就提煉咖啡因的人 當然都做了主化的工作 然後他在這個化學師把他擦掉很分 所以老實說 後來開始會覺得說 我不是普通的香水 我也有抗菌作用 其實剛開始沒有用在人體的 因為非常的刺激 所以剛開始用在垃圾跟污水道 他們發現到說只要把這個化學劑丟到垃圾 丟到污污水道 就不會這麼臭了 他發現怎麼樣 好像也跟香水有關 就是說覺得好像有點用 所以那個時候大概停留在這裡面 可是呢 就在19世紀的中的時候 出現一個很有趣的活動叫什麼 到底這種化學物對我們醫療能夠幫忙 那可能各位有讀過一本非常小的書 叫《洗手戰衣》 因為不曉得他三個 四個裡面就有一個被送到天家去 多可怕 你知道嗎 就是說 那跟你歡喜的揭曉來不太一樣 你沒那麼怕 但是原因不太知道 有人說 這一天孕婦沒有人碰他 只有醫生碰他 所以都不是孕婦的責任 那就是醫生的責任 醫生怎麼回事 醫生的強項就是說他很晚才會承認 他會不會講 不是我的事 這樣子嗎 然後呢 這個叫做 Similize 人 他基本上是一個書納列的醫師 劉戴爾塔 他在那邊工作 所以他基本上也發現到這個問題 然後怎麼樣 他是第一個去揭發那個醫生的問題 他發生到怎麼樣 是這些產科醫生 不是做研究嗎 所以他這邊坐一坐 一會就到屍體裡面玩一玩 玩一玩一玩 一會再坐一坐 最後一坐再玩一玩 玩一再坐一坐 他突然發生到這個問題 有沒有問題 那 再回一下 我剛剛講的背景 那個時候就開始有細胞學說 跟細菌學說的時代 所以這一位叫做 Similize 人 就很直覺的認為怎麼樣 我要把這個細菌幹掉 要從醫生的手離開 他竟然想了一個很鬼的主意 就是什麼 把原來用在垃圾 用在污水道的東西 告訴你說 醫生的手應該也要洗一洗 這樣子細菌才會全部都移開這樣 結果呢 他用漂白的去做了 他在那邊時間大 結果那位以後怎麼樣 靜量真的就低了 然後他就出版本書 叫做病原概念預防 老實說 那時候有沒有發現到怎麼樣的菌 沒有 他只是直覺用掃垃圾 掃污水道的乾淨刀 所以你說 醫生的手髒了 所以要扣著 強力清潔劑把他洗 清洗乾淨這樣子 結果似乎有關 大概這樣 然後呢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證明說 你在下水道裡面的那個菌 跟的是有關的 目前還不知道 可是後來蘇格蘭有一個醫生 叫Joseph Lister Lister就說 哦 原來產物的變相當 那這樣怎麼樣 我的手術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他就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routine 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常規性的動作怎麼樣 傷口要清洗 然後怎麼樣 用布來覆蓋 洗手清洗器械 然後整個手術廣噴死碳酸 結果怎麼樣 哦 這個真的是 反應預防說 那時候做手真的乾淨 因為那個刺激真的很大 他說怎麼樣 這樣可以提高外科的成功率 外科的成功率 那在那個之後 Lister又發明了另外一個叫無菌的手術 就是 各位你們可以聽到什麼手要這樣子放啊 什麼手術台上是無菌區啊 什麼無菌區啊 空氣要弄乾淨啊 大概他想手出來 那那個處理方法就怎麼樣 就完全不把人當成砍 而是把人當作什麼 當作垃圾 污水道 他們已經把它處理 請擠 他說說要救無菌 可是到那個時候 回不回事 都還沒有找到原因是什麼 知道怎麼樣 知道有個醫生 叫Alexander Austin Austin 基本上 他基本上怎麼樣 他是自己自學的人 他有一次就說 我們在玩Lister這個東西一直玩 都不知道原因是很怪嗎 他就試著用科科的準則 去Test說 到底我們有沒有真的殺到菌啊 有沒有感覺就好像說 你去清垃圾 清污水道 你清愛清淨 你不會想去知道說 垃圾有什麼菌嗎 結果說 可是他就做的可以有些人說 既然我們是個科學人 我們就來做做看 用科落式準則來找一遍看看 你看 這位年輕人真的有找到 他找到練球菌的經驗 就叫不到球菌 終於證明怎麼樣 我做這些奇異怪怪的群動 是有意義的 因為怎麼樣 這些菌 導致了傷口會發炎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可是我要講另一面的故事是什麼 也因為有這樣一種東西 坐實了怎麼樣 我用很刺激的試探出來 去洗手 讓醫生的手變得掉得痛 讓傷口變得掉得痛 怎麼樣 都是有價值的 本來你去洗手去什麼 醫生會反彈說 我好好的手 我最近又不是才能廁所出來 我手超乾淨 我怎麼能做這個事情 可是現在有科學證明到底怎麼樣 你如果不搞傷口是有菌 你不去碰的話就不會有感染 所以怎麼樣 就坐實了怎麼樣 化學藥物可以用在人體上 只要它有殺菌的可能的話 就可以用 所以各位各位可以看到一個狀況 原來只能掃垃圾 掃污水 這些化學藥物怎麼樣 後悔了新的醫學衣 變成了手術房的腸 腸灰的活動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只有在這樣的狀況下 神奇子彈才有意義 神奇子彈才有意義 好 那這邊當然就講到 就是上禮拜有 請問一下上禮拜有講到細菌學說 有講到科學 北里財三藍 什麼什麼鼠疫啊 大概是這樣的事情對不對 北里 北里 對啊 沒聽過 這也不重要 因為那時候有許多有名字 如果是 反正你跟講的故事都不太一樣 但是除幹是一樣的 就講說 你跟T牌最認真 這六個病 華老師講得很大氣 碳菌 講到 歐羅 講到 略講 略你也講過 上禮拜都沒有 鼠疫沒有 鼠疫是北里財三藍 其他病他跑到來 略是這樣的 好 這個問題是重點 重點是怎麼樣 是這個機構怎麼樣出來的 那我們剛才講科獲是準則 Robert Cole 科獲本身其實是一個醫生的科學家 1891年 創立傳染病毒 剛才講 那時候是個傳染病的時代 那可是他在那個之前 早就開始在做 他帶了學的學生做 主要的合作者就是什麼 像那個Gabby Loughlin Berry Eure 跟飛里財三藍 就人相當的多 那飛里怎麼樣 大概在1890年前後 在那邊留學 跟著科獲做 然後有一個又不成白的學生 也就太想去做 可是老公真的不是做科學家的樣子 他就說 你從日本人來的 那就跟北利一起去好了 就有這個本來在日本的三流學生 竟然有幸跟飛騎一起留過學 同一個實驗室 結果回來以後呢 合理傳染病毒 然後自己創傳染病 也六種就這個人 那那一位不成才的人怎麼樣 後來就看到台灣來了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厚成欣平 各位聽過厚成欣平這個人嗎 就是台灣的第三任的名政長官 當然你看到很多制度 都是他幫他組織做的 他組織是誰 你大概不會認識 叫額玉女人 也太大了 那額玉女人為什麼大家不認識呢 因為那時候日本在打俄國啊 那額玉女是個軍人 他其實都在 他都在東北裡面跟俄國打 根本沒有機會到台灣來 那台灣誰來幫他打 就是二把手幫他打 而這二把手本來也是醫生 但他其實對科學研究心血很低啦 可是老頭因為在國內學歷太差了 所以要趕快去德國留學 去把他的學歷補起來 結果特地普就正好遇到北里才 然後就成就了這個合理區的源源 後來北里跟這個後者的心理 其實互相交情還不錯 所以台灣的做衛生 第一批人大概是從北里這邊直接派來的 包括那個高中也有一次 就他們一學校的校長 就是重點 重點只是告訴各位說 其實這種小的故事還蠻有趣的 就是這些人是怎麼樣去德國 幫這個科學做事情 那科學那時候也非常簡單 那跟工廠一樣 他告訴你說 我們就一個一個兵去找 反正怎麼樣 透過這個準則 都會把嫌疑班找到的 我剛剛也講 那跟找嫌疑班一樣 我在這個怎麼樣 犯案現場抓到我的嫌疑班 對不對 不是分到五個監獄去 每個都要把他養的活 養的寶 寶完要再帶到案發現場 再叫你犯一次案 結果犯案發現跟以前一樣 就就是你嘛 所以說邏輯都非常簡單 創下工作是怎麼樣 你要怎麼樣去做 把一個一個疾病做 所以他要一個因子的解決 大概做法還是這樣子 那上一週可能王老師 已經跟大家介紹好多女兒 其實好像上台白樓的故事 其實也蠻好玩的 他跟那個血腥疫苗有關嗎 不過我們今天有個時間講 講一講就然後就沒有 累累再講別的事情 好 我們講其實是一個比較小的故事 就是說 我要去找到病菌去處理它 其實有兩種方法 這兩種方法也就導致了 整個所謂的傳染病研究所 有兩派不同的看法 一派是什麼 是這個Haniel Berman 沸靈這個人 他基本上認為說血清可以治療傳染病 也可以療療傳染病 因為人的身體會產生一些怎麼樣 抵抗它的東西 所以各位 比如我這樣子簡單講 就是說它是一個微生派 微生命派 為什麼 從我身體裡面產生出來的 可以抵抗病菌的物質 他相信這是很自然的 但是呢 Paul Eriks 他怎麼樣 他雖然也拿到了莫貴爾獎 D9080拿到 可是他認為怎麼樣 化學物才能夠有精確的殺死細菌 所以講談經驗一點點 Eriks是一個機械派 他相信機械是很精準的 就跟化學物跟化學石一樣 很純 非常的精 精確 所以透過修飾 可以直接打到那邊去 所以就有兩派 一派是比較生命性的 就是說我其實在意怎麼樣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血清儲化 可是儲化的話 我都相信都是從生物來的 但是 Eriks他認為怎麼樣 我只要去找到正確的化學石 去把它創造出來 然後怎樣 我也可以更精確的做到 所以兩個人都拿到莫貴爾獎 都是科獲 都是科獲研究所很重要的大將 這是很有名的一張圖 就是說他們兩個在科獲的這個研究室室裡面 就是留下這樣的照片 各位看到以後 你覺得有點怪嗎 就是說現在大家已經知道說 有些人站在一起 抱在一起 不太有當真同心的嘛 所以各位照片會說 你不覺得這張張是合成的嗎 所以讓他們講 是不是在同一個地方照 這是怎麼樣 製造保留在一起的假象 你覺得又不在自然 為什麼不在自然 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在一起了 理由非常的簡單 因為怎麼樣 這其實都代表怎麼樣 你怎麼去看待這個小垃圾的細菌 你要怎麼樣去處理它 有些人相信怎麼樣 人本身有自己治療疾病的問題 免疫學是這樣子來的 但是也有人相信怎麼樣 免疫學不精確 精確是什麼 是化學石 是化學分子 所以Iron跟他 其實最大的不同在這邊 好 這樣大家聽懂了 那這個找細菌的故事 就是上禮拜講 就這麼講 好 那我這邊就各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從免疫學的角度 跟從這個所謂的化的 化學療法的角度 有什麼那麼好嗎 比方說 其實在這個抗生素這部分 也有人提到1890年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人叫 Anderum跟Oscar Hall 他基本上 他是在綠濃膽菌上的培養液 他就在看什麼 這個菌本身 會產生剋製另外一種菌的東西 那他基本上叫什麼 它叫什麼 叫Poundness 叫做酵素 叫綠濃 綠濃素 這綠濃素是怎麼樣 基本上呢 他就透過一種方法 做一種濃縮去處 可能不知道那個道理 效果有多大 因為怎麼樣 我跟你講 自然的東西 他們以為都是自然 跟其實濃度是不一樣的 對濃度不一樣 所以他們在1889年的時候 他們以為都應該來做了 一種試驗 但是怎麼樣 體質不穩啊 因為生命的東西 很難把它做得非常均衡 所以我跟你講 後來把你吃到肚子裡面 人味出事了 可是老實說已經開發到這個時候了 這我下次也要跟大家講 它就改成藥膏 藥膏那個自有自在的 各位可能知道說 皮膚本身擋掉許多藥 就是說藥喔 藥物變成藥膏以後 其實進入裡面的分量會變得比較少 那有些基本上也會比較慢 也會比較慢 所以說中央做藥膏比較safe 做藥膏比較safe 所以我下次就跟大家稍微報告一下這些 這一點 總而言之 這種所謂的抗生素的一種 理論上面非常的漂亮 實際上也沒有辦法做 說往後怎麼樣 沒有辦法量產死掉 這大概是這個綠膏菌的命運 但是從化學療法這邊 突然找到一些Hint 怎麼樣的Hint呢 在德國的化工業 一直有一個朋友去的傳統叫什麼 叫燃料紅紅葉 燃料是個非常奇怪的東西 會舉例 衣服是紅的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洗一洗會褪色 你會想過說 為什麼有些燃料在你當衣服上沒有 就不會褪色 怎麼洗都不會褪色 你展了頭髮以後 可以一直洗 洗兩乾 就不會褪色 為什麼 那他就會告訴你 不是燃料抓得住衣服 抓得住頭髮 那Paul Eric的想法非常簡單就是什麼 為什麼抓得住 就是因為他有特殊性才抓得住 他如果沒有特殊性被褪色就掉了 所以說他拿到諾貝爾講是講這個抓得住的道理 但是他不會講說 就是歪曲卻 他講不叫輕和力 就是這個燃料跟這個衣服有緣 有緣來相聚 他去的以後就分開了 這樣講也可以嘛 就就就就就如此 好 可是這個現象其實在19世紀的化工業 早就知道了 就整個化工業要把色素洗掉 揉 揉掉 再加入新的燃料進去 其實他們都會知道這個道理 如果拆掉一個染料 把一個染料把它加上去 所以呢 早期去標定細菌的種類 其實也是靠染色 就是我們現在告訴你說 不是有細胞學說嗎 細菌學說嗎 細胞不知道就每個分化都不同嘛 所以皮膚也是細胞對不對 神經也是細胞 看得起來這麼多不同 但是不同的都是細胞 但有人能不能告訴我們 細菌要怎麼樣分類 細菌有圓的 有長的 有扁的 有螺旋的 很好啊 那是有形狀啊 可是不知道他哪有害什麼別的特徵啊 所以在那個時候 他們其實就發明一種方法叫做染色 然後在我們臨床裡面 還在用格蘭式染色法 各位有聽過沒有 然後說啊 格蘭式陽性菌 格蘭式陰性菌 各位有聽過吧 格蘭式的染色法去染不同的染料 洗得掉的基本上就是陰性 洗不掉就陽性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染料本身是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也是化學療法很重要的根基 那PORRAMP的會怎麼樣 如果一個化學的染料 可以標定特徵性菌 我講出來就是陽性我本來是陰性 那能不能找到一種化合物 可以找到那個性能把它除掉 所以整個化學療法的概念從這邊來的 就它跟免疫學一樣都有一個很清楚的概念 就是我要能夠對整 就是對付那個很特別的細胞 好 但是怎麼樣 做法是靠滑雪很精準的砍到裡面去 還是用一物刻一物這種辦法去想 想法不一樣 好 所以呢 他終於提出來一個 他認為最棒的講法 叫三個 批發見效的三個講法 這三個講法後來變成化學療法的基底 怎麼樣的基底呢 他告訴你對象是什麼 Pero-Sherabia Sexypica 意思是怎麼樣 它只有specific效果 specific的意義 說每種化合物只能針對它 無害 為什麼它無害 化學藥物有害 可是怎麼是針對這個東西有有害 那就是無害 那這個機制要怎麼樣 機制要這個人家 叫Corporeal Argenic Dexata 意思是怎麼樣 就是要能夠完全扣合化合物它才要 所以怎麼樣 能夠fix 然後這個Agent 上能夠fix 一扣共同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 Sherabia Sexypica Megnaut是大的意思 意思就是怎麼樣 就是說你去殺這個菌 基本上怎麼樣 因為有這樣一個一種關係 所以怎麼樣 一定是次量不大才會有用 我用個比喻來跟大家講 假設他是個嫌疑犯 然後怎麼樣 我們的這個化學藥物是手銬 四個嫌疑犯共用一個手銬 不可的 所以你要準備四個手銬 意思你知道嗎 所以他的所謂的 即將跟大家意思就是什麼 你手銬要準備就要準備四個 要不然怎麼樣 你會眼睜睜的看到那個嫌疑犯 繼續犯案 因為他沒有手銬 這樣大家知道的意思 所以Poreal Argenic會建立一個 他對化學藥物的療化 就是第一個要很特異性 第二個是能夠扣核 第三個是怎麼樣 劑量要打 這樣的整套做下來 化學藥法必然成功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當然剩下就告訴你說 講真的神 那請問一下那個化合物在哪裡 那就是神性子彈 他以為說怎麼樣找 Screening 有辦法找 所以說他跟那個時候 磕過那些找細菌的跟他一樣 各位 你們有這麼多悲哩才知道 就算了 我可以告訴各位 當時這些日本的科學家去德國 他的強項就是什麼 他們做事很稀 就做事很稀 稀到什麼地步呢 磕過這幾個時候講起來容易 做起來比較難 然後說我現在告訴你一個培養機 養出來 可以獨立生長 光是能夠講到這個培養機 準確的培養機 能夠讓他能夠長得出來 就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誰做得到 日本人做得到 日本人對一種很細的工作 剛才說做得不錯 所以這些日本人不是說想法特別的了不起 而他基本上在那個整個就是準則裡面 他就是找到自己很重要的角色 那這個所謂的Paul Ebony 研究基本上已經簡單 他就是把相似的法和物弄成幾百個 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式這樣子 那他就用展標來做的 然後廟是什麼 1908年他有得到一個日本人的幫忙 所以要勤索巴拉 那這個也像三道廟 聽說第一次job interview 的時候 他說 欸 你什麼時候來的 我上個禮拜來的 那你下禮拜去哪裡 我說 我到百科學 這樣是不是 好 那下禮拜後來上班 那時候行李還沒運來 你知道嗎 行李還在船上 新冠就跟他一起去了 那這個日本也很妙 後來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合作者 那1909年 這已經幹了兩年了 編號606才辦得拿 他會有兩種病毒是有用的 所以他就 606後來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藥物 來逃跑去做這個事情 那有人可能 比如說有些你去看那個坊間Google 跟你講什麼 他試了六百多種 很多人 試了六百多種 人都會瘋掉 因為那麼多種 他們竟然是按照這個化學視訊分類 就跟那個藥物Springing一樣 藥物是會做篩選嗎 可能篩選也有一個邏輯嘛 就好像我們現在告訴你 這個東海是個通識客 總是什麼系跟什麼系 什麼院跟什麼院 會坐在一起做一個聚落 所以他們是有一個邏輯的 但是老實說沒有試過六百多種 不過坦白說也試了不少 不少種 因為試那其實是很挫折的過程 好 總而言之成了 結果成了以後這個請左幫忙一點秒 成了又怎麼樣 他說那成了我就可以回去了是不是 他就真的回日本了 沒有啦 所以日本人說起來對學問也真的很秒 但常常有這種事情 也沒拿什麼學位 就邊邊覺得說已經學到了 找到了 接著回家 然後就回家 然後這個 就把他送給一個藥廠 叫做Savarsan 所以有一個叫Savarsan 或什麼之類的 有的中文說會這樣行 其實Savarsan就是Salvation 就是救世軍啊 你知道Salvation Army 救贖藥 那老實說是救什麼 但是救美肚這個藥就回來了 可是坦白說不是最好的藥 那個藥性還是不穩定 所以1912年 還有這個新版的Savarsan 緬號914 所以坦白說就是914的話 其實更好 去做這個事情 好 那往後 這個整個藥物 就已經變成一個很有變去的工業 特別講一下這個工業 工業蠻好的 基本上只有這個藥是藥廠做的 那這個藥有什麼意思 這叫環菌組 就是說基本上 這個東西把整個丁精把它弄搭 然後這邊有一些什麼針頭啊 針頭 然後還有一些黑藥水啊 整個被那個木盒 那那個時候怎麼賣 那個時候基本上藥廠是出這個 剩下注射器啊什麼 人家都可以做成一套 然後做成一套放在一個小小的木槍裝起來 沒有人知道你裡面有軍火這樣 就把它帶進去 那那個時候當時做要的一個狀況 那那個時候有什麼用呢 其實坦白說 那個時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在軍裡面還蠻蠻有用的 因為有軍人就有女人 有女人就有黑 就是說這些東西就奇怪 就連在一起 不只說女人就一定有 說那整個環境如此很難控制 所以那個東西真的是另外一種軍火 過於街頭上人 那我講這個故事是因為 我們接下來就要介紹這個主角 跟這個有很多有關 好 總而言之 這個藥的本身引發兩種看法 第一個說 它是第一個被證明是有用的化學療法 那那個人還是訪問這個優惟說 一定是非常成功的人吧 那這位偉大的各位 要跟你講成功方法是什麼 就是英文 大家來念念英文 很好玩哦 You said it is a great intellectual beat a wonderful scientific achievement My dear colleague It is nothing other than seven years of bad luck and one moment and a moment of a good luck 意思怎麼樣 大家在抽了頭 可以想像 606號四季就不停地坐啊 坐一坐 七年都沒有抽抽獎 一次中到1.2億 我覺得很爽 大家不要這樣 所以它只能說 歸納起來就是什麼 你要能夠有錢去燒 要有耐心 還要看你的命 還有你的運氣這樣 這整個組合起來 就會把什麼方向的方向式 因為以前的壞道這樣一直很慘 其實我下次演講會跟大家講 現在制藥業的情 也是從這邊來的 就從這邊來 跟我們下次再多多多多面 好 沒有了嗎 真的沒有了 就這樣說 癌症就不用講 反正那時候他們也認為說 癌症是想傳染病 所以也有用 但是我想比較有趣的是什麼 是這個要出 後來要出現以後 其實給這個病不同的看法 因為很多人那時候都會怎麼樣 眉毒不用治了 那是上帝用來淘汰我們的作法 這樣 那這些會知道的眉毒必然有問題 雖然這個講法 現在講起來都不太通了 因為光是這裡面去羅雲 雲銀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坦白說 Paul Aaron 其實 OK 我稍微想一下 各位可能覺得Paul Aaron 好像是一個很先進的人 其實不會 你看那樣就想到 但是就是死板 死板 跟死板 還會湊在一起 其實那個時候他在攻 是在攻這個最長命 或最命 非洲 他的主要的實驗的地方在非洲 所以其實他那時候並沒有特別想要打梅毒 只是他們覺得他們兩人有點像 因為這真的會是細菌這樣子 所以其實梅毒也是廠商認為說 誒